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個星期的一週回顧 我是饒一鳴 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進入美國領事館 後被中國國安控制 四川阿壩縣載有藏人自焚抗議 廣東汕頭出租車司機罷工維權 江蘇蘇州華高科技公司上千工人罷工 天津訪民在市高院舉行抗議活動 中國一月份通貨膨脹率達到4.5% 浙江溫州蒼南縣數千村民發起遊行示威 上海普陀區副區長陳猛貪腐案開庭審理 國際特赦組織譴責中國 俄國向蘇丹達爾富爾地區出售武器 湖南長沙圍群人士謝弗林在獄中病重 四川成都多位獨立參選人被刁難毆打 中俄聯手否決聯合國敘利亞決議案 以上就是這個星期的一週回顧 我是饒一鳴 謝謝收看 再見 好 再見